第一章轮回转世 没想到轮回丹 真的让我投胎转世了 唐明阳在课堂上睡了一觉 突然觉醒前世近义 脑袋有些发长 他前世乃是乾坤大世界的生死丹尊 玄园六境巅峰强者 因九大神迹之一的黄泉名誉开启 他机缘巧合在冥帝已辅的丹炉里 得到一颗传说中的轮回丹 被那些老不死发现追杀 被迫无奈吞服轮回丹 丁杰转世 没想到真的让他成功投胎转世了 记忆刚刚觉醒 他对于这句只有后天一重状体径的虚弱身体很不适应 好在周围没有危险 他一边慢慢适应身体 一边梳理两世交融时有些杂乱的记忆 同时细细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间六十平方米左右的半圆形教室 明媚的尘光从四扇拱形落地窗穿梭而来 但金色的光韵柔柔洒落在三十多位全神贯注听讲的男女学生身上 他们的气息都很微弱 忽然间一股冷意袭来 教贺声响起 唐明阳 你若觉得我讲的炼丹知识都懂 那就请你离开我的教室 要睡觉 回宿舍睡去 刘雪飞冷眼看着睡觉 醒后东张西望的唐明阳 他不想重申课堂纪律 炼丹知识是神圣的 他最讨厌来他课堂 却不用心听讲的学生了 更何况这唐明阳就是他教学的污点 纹固无能 不学无术 若非靠着他是唐王府世子的身份 哪里进得了耽误学府 好在此子半年前 因为对于公主下药被抓 已经被削为平民 逐出唐王府 否则还不知道多少无辜女子 被其祸害而无处深渊呢 唐明阳顺着焦鹤生看去 讲台的刘雪飞老师 性慕圆瞪 满含厌恶地看向他 嘿 还是个漂亮的小妞 她也不在意 反而眼睛微微一亮 欣赏起眼前的美景来 这刘雪飞老师肌肤如雪 容颜绝美 翘脸寒霜间 更有一番冰玫瑰的冷艳 她身材更火辣 宽松的钥匙长袍 也掩盖不住她的前凸后翘 反而在宽松下勾勒出的身体曲线 更迷人和销魂 教室太吵了 离开找个安静的地方修炼 也好 武道先分后天三静和先天三静 之上还有玄缘六静 后天三静 状体 氧气 通脉 先天三静 灵辅 化缘 辅重 根据这仪式的记忆 他投胎在天舞大陆这地方 天地灵气稀薄 武道和丹道都走向没落 先天修为在这里已经算是强者了 不过在任何地方 实力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这刘雪飞老师让她离开教室 也正合她的心意 她不慌不忙站起身来 离开座位 朝着讲台左侧的教室门口走去 哗 教室等待看好戏的同学 也被唐明杨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给惊愣住了 刘老师那句批评不过是气话 你还真顺杆子往上爬 真的就走 刘雪飞看着唐明杨真的往教室门口走去 脸皮有些挂不住 站住 你要去哪里 这个 老师你不是让我回宿舍睡觉啊 唐明杨说道 你 刘雪飞听着唐明杨顺杆子往上爬的话 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让你回宿舍睡觉 你就回 我让你去死 你怎么不去 忽然间 她只觉浑身一寒 有种被野狼盯住的感觉 定睛一看 发现这种感觉竟来自唐明杨那双微微泛着笑意的眼睛 此刻正肆意往她身材打量 而此子竟然还暗自咽着口水 舔着嘴唇 当真引吐一个 这么说 我讲的知识 你都懂了 刘雪飞忍住怒火 声音森寒 当着她的面 用目光猥亵她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如此对她不敬了 算是吧 我可以走了吗 唐明杨心不在焉地答着 这小妞生气时胸前起伏的波涛 还真是壮苦啊 刘雪飞见唐明杨 非但没有收敛那轻挑目光 反而带有几分银鞋之意 已经不将唐明杨当作她的学生看待了 想走 可以啊 我且考你三个关于炼丹的问题 若你都能答上 以后我刘雪飞的课堂 你可以不用来上 刘雪飞声音暗藏杀机 问问题不过是寻个理由修理唐明杨而已 啊 老师平静冰山之下 是极力忍住没有喷发的熔岩浆火 这唐明杨不要命了吗 他难道还以为自己是唐王府的世子 还如此自大的让刘雪飞随意问他问题 刘雪飞老师乃是楚国最年轻的一星炼丹师 知道炼丹师为什么受人尊敬吗 不是因为他们能炼至让舞者为之疯狂的丹药 而是他们下读的本事同样诡异莫测 得罪恋丹师 你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被对方给阴了 丹武雪府最著名的事件当属蛋腾门了 去年刘老师刚来丹武雪府任教 课堂常常爆满 大多数男生不是去听课 而是去看他美貌的 结果刘老师当然很生气 随意就课堂讲解的知识提问学生 凡是回答不了他问题的男生 下课后就开始蛋疼起来 几天后除了他班上的同学 其他班的学生再也没人有胆子赶来了 完蛋了 这唐明杨完蛋了 活该 刚刚他的眼睛一直不规矩的 往刘老师胸部看 这回刘老师要动真格了 这种人渣 以前经常欺男罢女 刘老师最好让他一辈子蛋疼才好 特别是女同学 恨不得刘老师立刻为民除了唐明杨这个祸害 刘雪飞玉手一番 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两株药草 轻轻放在玄铁铸造的讲台的预盘上 声音冷若冰霜 你且上来拿着这两株药草 跟同学们讲解他们的用途要效 这算第一个问题吗 唐明杨问道 他慢条丝里的迈开步子走上讲台 眼睛只在玉盘上的两株药草微微扫了眼 闪过一丝不屑之色 这小妞在两株药草上动了手脚 只要她触碰到这两株药草 就会中招 而半个时辰后 驱骨穴就会发长发痛 驱骨穴在淡淡上也就是淡疼了 不过她也不在意 即便是在乾坤大世界 能对她下药成功的存在屈指可数 眼前这小妞简直在她这位生死单尊面前 搬门弄斧 可笑之极 没错 这两株药草我曾在课堂上讲解过 不算超出我的教学范围 刘雪飞见唐明杨走上讲台 厌恶地往边上退后几步 仿佛唐明杨就是肮脏的东西 哈 小妞 唐明杨一时口快 感受到刘雪飞杀人的目光 赶紧改口 啊 刘老师 好心提醒你一下 我难得开尊口为你免费解惑 你应该抓紧机会问些有价值的问题 他刚刚觉醒记忆 习惯了前世的前辈高人口吻 要知道在乾坤大世界 多少八星 九星炼丹师 怀揣重宝 跪求他解惑而不得呢 小 小妞 刘雪飞气的郊躯直颤抖 波涛又一番汹涌 可发现唐明杨贪婪的目光后 本能地暴毙虎凶 气死他了 唐明杨作为他的学生 被削为平民逐出唐王府后 这半年来规矩很多 再加上唐明杨死去的父亲 和他父亲有很深的交情 看着这些情意上 他虽然对唐明杨厌恶 但总抱有几分引导他的心思 没想到此子裂根难改 这等淫途学生还教什么教 这两株药草下的药还是清了 我若不让你淡疼半年 我就不叫刘雪飞 坐下学生听到小妞二字 也是瞪直了眼 刘老师是要冰山爆发了 可为什么唐明杨仍旧云淡风轻的样子 难道他不害怕吗 还是以为刘老师不敢拿他怎么样 你还是开尊口 说说这两株药草的用途吧 刘雪飞冷冷地说着 好心提醒 这小妞不识泰山 唐明杨也不勉强 他随拿起预盘的一株药草 在同学们看好戏的目光注视下 淡淡地说道 这株叫做龙牙草 他话语刚落 坐下同学集体哄笑起来 壮如蛇尾 细叶如蛇林 这分明是蛇尾草吗 哈哈 看他如此淡定 我还以为他会呢 第一个问题都答不上 他完蛋了 有的学生翻着书本 对照着念出蛇尾草的形态和用途 坐在前排靠近唐明杨的那位男生 已经将蛇尾草的插图竖起来 让唐明杨看清楚些 那插图里画的 几乎和唐明杨手里拿着的这株药草 一模一样 都给我闭嘴 唯有站在唐明杨旁边的刘雪飞笑不出来 他拿出的是蛇尾草 可说成龙牙草更准确 懵的 一定是懵的 他目光冷冷地盯着唐明杨 一字一顿问道 你怎么辨认得出它是龙牙草 此话一出 教室里的哄笑声戛然而止 纷纷露出不可思议之色看向唐明杨 嗨 还真是龙牙草 第二章冷门炼丹知识 全场鸦雀无声 针络可闻 特别是那位拿着插图嘲笑唐明杨的男生 笑容尴尬地凝固在空气里 脸像是被人扇了几巴掌 火辣辣的 好在唐明杨也没有在意它 举起龙牙草 淡淡解释道 同学们都以为它是蛇尾草 其实也没有错 不过十年以上火候的蛇尾草 已经算得上低级灵草 具有癸水阴性 可以中和很多劣性的药材 时常在低级丹药的配置里用到 故而炼丹师们喜欢将它和蛇尾草区分出来 叫其龙牙草 至于怎么辨认倒是很简单 唐明杨将手中的龙牙草轻轻一缕 其精液收拢起来 在早晨金色的阳光下微微泛着灵光 还真像一颗长长的青色牙齿 他将手轻轻地抖了抖 说道 轻轻抖一抖 如果他的精液松开 疲软下来 证明火候不够 蛇尾成不了龙牙草 座下学生听了唐明杨简单明了的讲解 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同时看向刘雪飞 目光带着求证之意 刘雪飞还有些意外 原来龙牙草和蛇尾草间 还有如此简单的辨认方法呀 他也很受教地点点头 要知道他要辨认两者的药灵 还需要用药针测其药性呢 不过当他看到学生们向他求证的目光时 很快发现不对劲 他明明要给这混蛋颜色看看 怎么也跟着点头受教起来 况且他说的癸水阴性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中和烈性药材吗 他只知道在炼制增气散 配气单 通卖单时 需要放入少量的龙牙草 至于为什么要放 反正单方都是这么写的 他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啊 老师 癸水阴性是什么意思 当场就由敏儿好学的同学 开口询问 这 刘雪飞愣在当场 可在同学们求知欲的目光下 他又不能不作答 否则连唐明阳都知道的炼丹知识 而他作为老师却不知道 岂不是很打脸 忽然间 他瞥见唐明阳嘴角微微勾起的笑容 似乎在嘲讽 顿时气就不打一出来 可恶的混蛋 唐明阳 你就和同学们好好解释 什么是癸水阴性吧 刘雪飞怒喝 正好用火气来掩饰 他无法回答问题的心虚 同时也能巧妙将问题 踢给唐明阳回答 老师 这算第二个问题吗 唐明阳似笑非笑地问道 怎么 不知在哪本丹经里凑巧看到些天门知识 就想来卖弄 刘雪飞冷笑 没错 没错 炼丹知识好如烟海 有些偏冷的知识 他不懂也很正常 有什么好心虚的 说不定这个癸水阴性 就是某个不出名的炼丹师 自己定的理论 不被炼丹界认可 碰巧被唐明阳这种 没有辨别眼光的门外汉 奉为真理 没错 就是这种可能 想到这 刘雪飞又觉得 他的气势又渐渐回来了 天门知识 看来天舞大陆的丹道 真的非常衰落 这小妞身为一星炼丹师 竟然连这些最基本的炼丹知识 都不知道 唐明阳也不拆穿 刘雪飞的无知 微笑解释道 天地分阴阳 演化五行 天地万物都暗藏在 五行之道里 相生相克 炼丹也是如此 药材之间分阴阳 化五行 药性相生则容 药性相克则斥 而在阴阳五行里 又以天干来细分五行属性 以地支来定义五行时辰 癸水阴性 说的就是这株龙牙草里 蕴含有大量的天干细分定义的 癸类的水属性药气 唐明阳只是简单几句话 已经浅显易懂得 道出炼丹的本质 台下学生 似懂非懂 老师 是这样子吗 这 这番理论 刘雪飞听得耳目一新 他很想说 唐明阳胡说八道 可这混蛋 所说的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 相生相克什么的 乍一听 貌似有些道理 细细品味 又惊得起推敲 你这些理论 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 刘雪飞没有理会同学们的问题 反而问向唐明阳 哪本书 我忘了 不过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炼丹常识 随便本丹经都会记载吧 唐明阳随口说道 忘了 刘雪飞脸色沉了下来 常识你妹 哪本丹经都会记载你妹 他堂堂的一星炼丹时 从未听过这些 他爷爷乃是楚国三大四星炼丹师之一 书房收藏着很多珍贵的丹经 也从未看过这种理论 故意不说是吧 故意捡这些 不知从哪个嘎啦找出来的 他从未听过的炼丹理论 让他在学生面前难堪 在学生面前下不了台是吧 好你个唐明阳 唐明阳瞥了眼刘雪飞 这小妞粉脸寒煞 咬牙切齿 不过美人生气 也是另一番风情 其实他说的是大实话 单道的阴阳五行 天干地之 深刻之理 在乾坤大世界里 真的只是常识 不过常识归常识 能做得到又是一回事 即便他贵为生死单尊 也无法将任何一株药材的 阴阳五行天干地之的药理 完全把握 哈 老师 你听不懂这些不要紧 其实你已经根据 无相深刻的原理 在木法炼丹了 唐明阳赶紧解释着 想要缓和一下气氛 这小妞不懂装懂 已经在暴走边缘 谁说我听不懂 刘雪飞凤眸杀气甚浓 藏在衣袖的玉手 早就粉拳紧捏 啊 你听得懂 你是老师 当然听得懂 唐明阳也不和这小妞计较 哼 刘雪飞轻声冷哼 只觉得尊严狠狠地 被这混蛋践踏了 老师 什么是木法炼丹 又有敏儿好学的同学 哪壶不开问哪壶 刘雪飞杀人的心思都有了 平时课堂上要你们问问题 怎么不见如此踊跃 那位问题的男同学 只觉得刘老师的杀气磅礴 笼罩下来 吓得他赶紧用双腿 夹紧自己的蛋蛋 心里发着慌 暗自想到 刚刚我偷瞄了眼 刘老师的屁股 难道 被发现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教师在刘雪飞杀人目光下 安静下来 不过大家都以为是刘老师问题 难不住唐明阳这混蛋 火气越来越大呢 你倒是和这位同学解释一下 什么是木法炼丹 又怎么看得出 我用了木法炼丹 刘雪飞恨恨看向唐明阳 他却没有发现 他此时的心态 除了恨痒痒外 更多了一层求知之意 因为他也很想听听 什么是木法炼丹 唐明阳也不拆台 拿起手里的另外一株药材 继续讲解道 这株狮尾草 蕴含丰富的葵木之气 同属于天干属性 按照五行之理 水能生木 故而龙牙草和狮尾草放在一起 他们散发的药气交融在一起 就会起药性反应 又称作木法效应 这就是最简单的木法炼丹 这就是木法炼丹 老师 是这样子吗 唐明阳尽量讲得很简单直白 可木法炼丹 对于从未接触过的学生来说 还是极具颠覆性的理论 两株药草放在一起 就是炼丹 骗谁啊 当场就有很多学生 皱起眉头 表示怀疑 即便是身为一星炼丹师的刘雪飞 也不相信这荒谬的木法炼丹理论 冷冷地质疑道 唐明阳 你莫非当大家是傻子 但要在哪里 你若不说出个一二三 就凭你木无师长 咆哮课堂之罪 看我怎么收拾你 刘雪飞恨声说着 这混蛋连续说这些 他听不懂的炼丹知识 让他很受挫 同学们向他求证 他又回答不出 不仅没面子 好像他每一次回答不出 自尊心都被唐明阳这混蛋 很好践踏一次这般 连刘老师都质疑唐明阳 台下的同学更加不客气地 大声质问起来 是啊 唐明阳 丹药在哪里 两株药草放在一起 就是炼丹 那谁不会 势头猪都能成为炼丹师了 唐明阳依旧不以为意 用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笑道 丹药吗 其实在我肚子里 此言一出 整间教室再次哄堂大笑起来 丹药在你肚子里 唐明阳 我看你牛皮越吹越大了吧 你什么时候吃了丹药 还目法练丹呢 说得煞有其事 差点被你小子给骗了 刘老师 此人咆哮课堂 目无师长 你要狠狠治他最才行 嘲笑得最大声的 要数坐在前排那位刚刚拿着插土指蛇尾草给唐明阳看的男生 然而乱哄哄的课堂上唯有一人没笑 那就是刘雪飞 他非但没有笑 反而表情非常的严肃 因为他想到那个单方 隐约觉得唐明阳说的可能是真的 他原先想要给唐明阳教训 故而拿出来考核的龙牙草和诗围草 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这两株药草上被他涂上了地罗花的花叶 三者放在一起 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 如果男生大量吸入 能起到通经活脉之效 不过却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蛋疼一段时间 这正是他用来惩罚那些在课堂上 对他不敬的学生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 则是他从爷爷收集的古老单方上看到的 他记得单方最后是这么写的 药气入体 单在腹中成 而此刻 唐明阳却说出 单在他肚子里 岂不是和单方所说的相吻合 刘雪飞凤眸骇然地看向唐明阳 这是巧合 还是他早就看穿一切 难道这就是木法练丹 都给我安静 刘雪飞冷声怒吓 紧接着用前所未有的严肃目光 死死地盯着唐明阳 一字一顿说道 你和我解释一下 丹药怎么就在你肚子里了 第三章丹药被你吃了 课堂再次诡异安静起来 哄堂大笑的同学 敏锐觉察气氛不对劲 他们看到刘老师 这副严肃认真的姿态 心里咯噔一下 生出荒谬的疑惑 难道 这唐明阳说的是正确的 这一刻 所有同学都齐刷刷地 看向唐明阳 唐明阳打了个哈欠 目光又肆意在 刘雪飞身上扫了眼 懒洋洋说道 老师 你说只问我三个问题 就放我走 这算第几个问题了 你 刘雪飞忍住怒火 也顾不得唐明阳的 不静目光 反而很急切地说道 这个问题 你若是回答的 让我满意 我就不治你罪 单道课全给你满分 成交 唐明阳不在乎什么 满不满分 在他没有恢复足够实力前 这个小妞别来找他麻烦就行 他目光从刘雪飞的波栏上收回 转到教室里的同学们身上 伸手朝着第一排某位男生 指了指 那位刚刚笑的最大声的同学 麻烦你上来一下好吗 干什么 我 我和你不熟 这位同学 正是先前那插图 只给唐明阳看的男生 他叫做钱壮 哈 熟不熟不要紧 我说单药在我肚子里 你们不信 我现在就让你体会一下 这样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比较有信服力吧 唐明阳的嘴角 已经泛起一丝坏坏的笑容 钱壮无法拒绝 只好忐忑不安地走上讲台 唐明阳将手中的龙牙草 和诗围草合在一起 放在鼻子处 很享受地深吸一口气 然后递给钱壮说道 像我刚刚那样 深吸一口气 这 若是单药针在肚子里 该 该不会有什么害处吧 钱壮犹豫着一下子 没有立刻伸手去接 哈 龙牙草 诗围草都是炼制壮体丹 通卖丹的常用药材 就算刘老师在上面偷偷涂了地罗花的花叶 可得罗花也是对人体有益的药材 刘老师 我说的没错吧 唐明阳微笑看向刘雪飞 刘雪飞郊躯微微一颤 心里却骇然 果然 他果然知道上面涂有的罗花的花叶 指示的罗花的花叶无色无味 他能发现 除非 他也看过那张单方 是的 一定是那样 照他说的做 刘雪飞强行压制住心里对唐明阳的重重疑问和猜测 先听听唐明阳要怎么解释 单药在肚子里 钱壮苦着脸 只好照做 他对着龙牙草和狮尾草 猛吸一口气 只觉得一股略带辛辣的气味 从鼻腔涌入肺部 钱壮 有没有感觉单药在肚子里 台下有学生大声问道 多数还是不信 没有啊 钱壮摇摇头 目光瞪向唐明阳 想看他如何狡辩 哈 怎么没有 单药不是被你吃进肚子消化了吗 唐明阳笑道 你硬要这么说 我们也说不过你 老师 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肚子里有什么担药 此人满口胡言 教室这种传道授业的神圣地方 哪里容得他传播假知识 同学们若是听信了 以假为真 岂不是害人不浅 钱壮冷笑着 昂收挺胸 理直气壮地说着 同时给唐明阳扣帽子 唐明阳还是唐王府世子时 就曾经欺负过他 这次正好报仇 其他学生也都纷纷附和 声讨满口胡言的唐明阳 刘雪飞这会儿一直在安静观察唐明阳 他忽然发现唐明阳 无论是面对他的气场威压 还是面对同学们的质疑 此子至始至终都云淡风轻 触遍不惊 这哪里是不学无数的纹固子弟 该有风度 面对满唐的质疑 唐明阳淡淡地说道 要解释丹药怎么被你吃进肚子里 这又要牵扯更高深的单道 与人体学的知识了 然而同学们对他的质疑 都带着主观色彩 也不知道谁开的头 很快质疑声就变成 对他过往劣迹恶行的揭发批判大会 哈哈 吹吧 唐明阳 你能进丹五学府 无非是仗着曾经是唐王府世子身份 在学府里 谁不知道你纹固废物 不学无数 没错 你来学练丹树 只怕是想知道怎么练制春药什么的 去祸害那些没有权势的女子吧 你敢不敢将储物戒指打开 让我们搜搜 若是里面没有春药 我学三声狗叫 你连公主都敢下药 还有什么坏事没有胆子做 哟 还牵扯出更高深的单道与人体学位的知识 只怕你连人体最常见的三百六十周天学位都记不住吧 面对这些质疑 唐明阳也只是苦笑的摸摸鼻子 他一时悄悄往储物戒指里扫了眼 里面东西五花八门 不仅有春药 还有女人肚兜内裤 这些同学倒也说得不错 没觉醒记以前 他十足的纹固子弟一个 刘雪飞看着唐明阳这副在千夫所指下 依旧泰然姿弱的姿态 心里更是骇然 这绝非一个纹固子弟所能拥有的气质 可他比谁都清楚 这混蛋就是个纹固子弟 安静 都给我闭嘴 课堂之上 只讨论学问 刘雪飞冷声喝着 只能先将这些疑团压制住 以后再调查 他再次问道 唐明阳 你倒是说说怎么就牵扯出高深的单道和人体学位知识了 课堂再度安静下来 那些曾经被唐明阳欺负过的学生 此刻都愤愤不平地看唐明阳怎么出丑 唐明阳也没否认过去犯的错 可也没放在心上 淡淡说道 为什么单要服用身体里能屈病疗伤 提升修为 因为人体之气也分阴阳 演化五行 藏于周身穴道之中 同时以天干来细分穴位的五行属性 递之来定义五行时辰 单要吞服 被身体吸收 实则就是药气和人体之气阴阳交合的过程 又称之单体反应 唐明阳停顿一下 往课堂的学生看了眼 见大家都是一脸冷笑 对他所说的知识不屑一顾 他也不在意 夏虫安可语兵 昭文道 惜死足矣 谁能从中领悟一二 又岂是受益肥浅可形容 唐明阳慢慢走到钱壮面前 见他一脸冷笑和防备 只好指着自己鼻子上的穴道说道 人体穴道 如同天上星辰 具体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不过当我和他将龙牙草 施围草和地罗花交融的药气通过鼻腔吸入肺部时 药气所经过的穴位将这些药气吸收 自然会产生单体反应 我所说的丹药在肚子里并被消化 实则所说的丹是气丹 原来如此 流血飞眸光闪烁 深深回味着唐明阳所说的每一句话 恍惚间他觉得唐明阳所说的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 人体穴位的知识 简单明了 却又自成体系细细推敲 似乎又牵扯出很多变化之道 让他有着物理看花又妙不可言的感觉 环气丹 环丹体反应 那你倒要让我吞服的气丹有要效反应啊 钱壮见唐明阳说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又带头开始嘲讽起来 本来这气丹要在半个时辰后才慢慢显笑 不过你只需用真气刺激一下驱骨穴 要笑就会加快速度显现出来 唐明阳嘴角忽而泛起坏坏的笑意 驱骨穴其实就在蛋蛋上 钱壮赶紧运气刺激驱骨穴 揭穿他谎言 没错 狠狠打他脸 台下男学生纷纷起哄 好 我就揭穿他的谎言 在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下 钱壮仿佛成为打假英雄 挺了挺胸膛 立刻运气刺激驱骨穴 咦 驱骨穴刺激 钱壮只觉得肺部暖暖的 这些热流开始朝着身体扩散 慢慢汇聚到驱骨穴上 这种感觉还真有些像服用丹药 怎么 真的有反应 有同学看出异常 这个 没有 钱壮想要唐明阳出丑 拾口否认 然而他很快发现不对劲 从肺部汇聚的暖流越来越多 他的驱骨穴似乎装不下 开始隐隐发痛 很快 痛苦感越来越大 到了他承受不住的程度 哎呦 痛死我了 我的蛋蛋 蛋蛋好痛 没过坚持多久 忍受不住的钱壮捂着裤裆喊蛋疼了 坐下同学皆是大惊 钱壮这副模样 怎么和被那些被刘老师惩罚的学生那么像 唐明阳 是不是你搞的鬼 钱壮大怒 可看过去 讲台上哪里还有唐明阳的影子 他只能向刘雪飞求救 啊 老师 救救我 我蛋疼 刘雪飞觉得自己似乎陷入某种顿物里 被钱壮碰了一下 惊醒过来 心情很是不爽 蛋疼就搁下来 冰冷的杀气袭来 钱壮汗毛乍起 大害 搁 搁下来 他赶紧捂着 生怕就遭了毒手 唐明阳呢 刘雪飞越推敲越觉得 唐明阳所说的单道知识 非常值得研究 想要逼问出 他到底从哪里看来的 他离开教室了 有学生指着门口说道 好大胆啊 没有我同意 谁敢擅自立刻我课堂 刘雪飞含着脸 御长怒拍奖桌 一股威严之气散发出来 吓得刚刚走到门口 想要找学府药师 看看淡淡的钱壮 身体一个哆嗦 苦着脸又卖了回来 老师 你不是说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以后就不用来上课吗 有同学小声说道 我有说过吗 刘雪飞凤眸一瞪 吓得其他想要出生的同学赶紧闭嘴 谁认识唐明阳 你们去告诉他 以后我的课他要是敢逃 看我怎么收拾他 好了 下课 下课 好像上课铃声也才刚想没多久吧 刘雪飞哪里管这么多 他脑子里只想着唐明阳这些单道知识 哪里看来的 可当他追出去 哪里还有唐明阳的影子 第四章最可怜和最幸运的人 宇城是楚国第二大城市 丹武学府落在宇城 是楚国修行单道和武道的最出名学府 六月的早晨 白素花的花瓣随风飘舞 丹武学府的校园犹如漫天飞雪 从课堂走出来的唐明阳 漫无目的走在校园里 两世的记忆让他梳理得七七八八了 这一世 半年前他还是唐王府的世子 因为给于公主下药 被唐王消去世子爵位 变为平民 唐王就是他爷爷 同领楚国南狱九成封地 那位楚于公主呢 则是当年皇上为了稳定南狱 赐下的政治婚姻 唐王府也不是只有唐明阳一位世子 他的爷爷儿子就有六个 孙子更有十多个 不过唐明阳的老爹文韬武略 比较优秀 被钦定为唐王的接班人 所以这等政治婚姻才会落在唐明阳的头上 然而两年前 他的老爹不幸在战场意外死去了 再加上唐明阳 也是其老爹在外面搞女人所生 不算长孙嫡子 没有老爹坐靠山后 他又纹固无能 自然成为唐王府叔叔伯伯们 争权夺势的炮灰 再加上各种敏感政治因素的交杂 他给未婚妻公主下药 就是被人唆使的阴谋 哈 截然一身也好 父母双王 唐明阳正好了无牵挂 唐王府将他逐出家门 缘分也算断了 现在求他回去 他也懒得回 不过是世俗国家的小小王府家族而已 当年他作为生死单尊 还称霸过几个小世界 统领亿万生灵呢 如今最重要的是尽快提升修为 他大爷的 那些逼得老子兵杰转世的老不死 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想到此 唐明阳眸子杀鸡闪烁 恨痒痒的攥紧拳头 然而这时 迎面却有个清脆 犹如黄黎鸣叫的声音传来 哟 唐明阳 大清早的 你要去收拾谁呀 唐明阳抬起头寻声望去 眼睛一亮 走向他的少女不失粉带 却明艳动人 简简单单的轻衣剑袍 素色腰带 做男儿侠客打扮 柔中戴纲理 自有骨英姿萨爽之气质 唐明阳记忆还有些混乱 稍作回忆 却明白此女是谁了 此女叫做铁蓝 兵部尚书的千金 唐明阳还是唐王府世子时 此女经常和她作对 阻止她欺负弱小 梁子结下不小 可谓是经常多管她的闲事 她如今修为不够 也不想招惹此女 绕路而走 没想到此女笑嘻嘻的 又挡在她面前 铁大小姐 拦我路坐肾 唐明阳顿住脚步 淡淡地说着 眼睛却情不自禁地 往此女胸前的波澜 扫了眼 很是壮阔 见了本大小姐就想跑 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从十招来 少一顿皮肉之苦 铁蓝嬉笑着说着 却发现唐明阳不轨的目光 秀眉一条 却没有发作 反而明亮的性眼 流淌着狡黠之意 我都被你整得 削为平民了 哪里还敢作恶 作恶的是铁大小姐你吧 有事没有 就欺负我这种平民百姓 唐明阳绕道而行 天舞大陆的天地灵气 枯竭得令人发指 她没有心情和此女扯皮 如今最主要是要 找个理想的修行之地 这回铁蓝没有再拦唐明阳的去路 而是转过身来 与唐明阳并肩而行 她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 也不管唐明阳有没有理会她 自个儿说道 你想知道 如今楚国的王公贵族里 进你之后 谁成了最可怜的人吗 不想知道 唐明阳很干脆 很不给面子的回答 她又不是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 谁可不可怜 关她何事 是楚鱼公主 铁蓝故意压低声音地说着 却用眼角余光 偷瞥唐明阳的神色 她很失望地发现 唐明阳似乎还真不感兴趣 装霸 楚鱼公主那等国色天香 你这只癞蛤蟆会不感兴趣 她继续说道 北疆战士紧张 储君连连吃败仗 皇宫大臣们也是被打怕了 就想着政治联姻 割地求和 半个月前 皇上已经下令 要将楚鱼公主 嫁给大腕国的大皇子 然而大腕国不仅天寒地洞 土地贫瘠 那里的文明开化程度更低 父子兄弟共用一期 是极为普遍的事情 女人只是生孩子的工具 即便是贵为皇子妃 也是如此 楚鱼公主要嫁到那种地方 你说可不可怜 唐明阳没有搭枪 那楚鱼可不可怜 关她什么鸟事 喂 我和你说话 你哑巴了不成 铁蓝见唐明阳没有搭理她 心里有些恼火 哦 我一介小民 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哦 铁大小姐 你若没有什么事 那就请吧 唐明阳一副你很烦的模样 铁蓝暗怒 可恶 这混蛋刚刚还色迷迷地 偷看她胸部 楚鱼公主比她还要貌美三分 她会不感兴趣 且忍着 现将楚鱼公主的事情办好 再教训这混蛋 唐明阳 你想知道如今楚国王公贵族里 谁成了最幸运的人吗 铁蓝又问道 不想知道 是你 是我 没错 三天前 楚鱼公主对外宣布 她和你有婚约在身 女子三从四得 从一而终 不可一嫁再嫁 你说 她那样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要嫁给你 你是不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 没兴趣 你回去转告她 别烦我 她要找挡箭牌 找别人去 唐明阳想也不用想 直接拒绝 心里冷然一片 这铁蓝缠着她 果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绕来绕去 说了这么多 此刻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全天下最幸运人 只怕她答应下来 立刻成为全天下最倒霉的人 啊 铁蓝脸上的笑容忽而凝住 十分诧异地看向唐明阳 此人纲固废物 好色无脑 今儿怎的看得如此透彻 她也不再拐弯抹角 甚至言语间 还有几分威胁之意 说道 唐明阳 识别三日 没想到你便聪明了 不过嘛 这件事 你不答应 也得答应 公主说了 半年前你对她下药 身子早就被你看光 不再冰清玉节 你说公主若真要嫁到大王国去 皇上定然要封锁这个消息 会放过你吗 你唯有好好配合公主演这出戏 这才有一条生路 唐明阳文言 眸子不惊意间 寒芒闪烁 还真如同铁蓝所说的那样 公主若真拿她当挡箭牌 不管她答不答应 皇帝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她 本以为能够找个安静的地面 慢慢恢复前世的修为 没想到麻烦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然而只需给她几个月的时间 她有信心将修为恢复到先天 到时候 管你什么皇帝不皇帝 招惹她 直接捏死 暂且忍着 看看有什么拖延时间计策 哦 公主敢于违抗皇帝命令 她有什么底牌 唐明阳问道 铁蓝文言 眸字里再次露出亚异之色 没想到唐明阳竟然还看得透 公主背后有人撑腰 犹豫一下 还是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给公主撑腰的是紫莲大师 她是公主的师父 紫莲大师是谁 唐明阳只觉得有些耳熟 紫莲大师你都不知道 你学什么练丹术 铁蓝一脸的鄙夷 她是我们楚国三大四星炼丹师之一 最近在闭关炼丹 只要她出关 公主的事情就好解决 皇上也要给紫莲大师几分面子 炼丹师地位尊贵 即便在乾坤大世界也是如此 四星炼丹师在楚国已经相当于国师级别存在了 公主有这个靠山 难怪有胆子敢聚婚 紫莲大师什么时候出关 唐明阳问着 心里却在算计 公主闹聚婚 皇帝老儿没有第一时间捏死她 只怕是看在紫莲大师面子上 也在犹豫 而她呢 身处在夹缝中 除了是公主对外的挡箭牌外 还是皇帝老儿的遮羞布 一旦紫莲大师坚持护着公主 皇帝老儿也好顺理成章 承认婚事 将唐明阳当作台阶下 当然了 如果紫莲大师不护着公主 那么皇帝老儿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直接将公主送去联姻 而她当然是捏死了 少则一两个月 多则三五个月 最多不会超过半年 有紫莲大师护着 公主没事 你当然也没事 说不得你还会恢复世子身份 皇帝也招你做驸马呢 铁兰一直都在观察唐明阳的神态变化 可她骇然发现 当她描绘出恢复世子身份 皇帝招驸马这些美好前景时 唐明阳的神态至始至终 都那副冷淡样子 似乎还有几分不屑 这么说 紫莲大师闭关的这段时间 皇帝是不会派人来捏死我的 唐明阳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至少有自保的能力了 他的命运又岂能任由别人摆布 掌握在别人手里 啊 没错 铁兰点点头 他看着唐明阳嘴角那一抹冷笑 心里忽而生出一股荒谬的害怕之意 此刻唐明阳表露出的气质 哪里还有半点纹固废物的样子 分明是一只善于算计的老狐狸吗 错觉一定是错觉 第五章阳谋苦肉计 铁兰轻轻摇了摇小脑袋 想要将脑子里的荒谬质感甩掉 唐明阳若真有那么聪明 那么当初又怎么会上当 做出对公主下药这等蠢事 以至于被逐出唐王府 变为平民 他牵牵御手一番 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张金卡 递给唐明阳说道 公主知道你缺钱 凭此金卡可在皇家钱庄里 提取十万两白银 唐明阳也不客气 直接收下 普通百姓的年收入 只有百来两白银 这算一笔巨款了 铁兰继续说道 这些钱可不是给你乱花的 你拿它到城里买一栋府宅 半个多月后 公主会逃出皇宫 过来和你同居 以做戏给天下人看 知道了 唐明阳心里冷笑 公主想拖延时间 等子莲大师出关为其做主 他何尝不是想拖延时间 恢复修为 记住 这段敏感的时期 你最好规矩点 若是你惹出什么祸端 坏了公主的事情 我敢保证 你会死得很惨 好了 我都记住了 你若没事 赶紧回去跟公主复命吧 唐明阳不耐烦的白白手 丹武学府的宿舍不适合修炼 他如今也要找一个修炼之所 其次是购买状体的药材 配置丹药提升修为 你 铁兰看唐明阳这副样子 心里就有气 兴眼一瞪没有发作 忍着 看以后怎么收拾你 他拂袖 转身离去 耽误学府门口的街道前方 人群中的少女忽而一阵骚动 频频朝着某个方向按送秋波 原来是有位衣着华贵的青年 骑着汗血宝马 不仅高大帅气 修为更是不凡 倒霉 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他 铁兰看到这青年 眉头却皱起来 赶紧转身 免得被此人看见 然而他眼角一瞥 已见那位青年发现了他 目光火热 策马而来 被他发现了 怎么办 铁兰心思急转 忽而见到唐明阳 哼着小曲悠然自得的背影 眸子一亮 有了办法 哼 你是公主的挡箭牌 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也借用借用 他快步追上去 喊道 唐明阳 帮我一个忙 不帮 你 你什么你 这不是你说的吗 这段敏感时期 让我别惹事 也别多管闲事 免得坏了公主大事 唐明阳甚至懒得去问 是什么忙 直接就拒绝同时将铁兰刚刚警告他的话 原封不动地送回去 你 这混蛋 铁兰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虽然不像处于公主那样国色天香 但也是个大美人 他若说需要帮忙 不知多少王公贵族的公子哥们 争破头抢着来呢 这混蛋不仅毫无风度可言 竟然还哪敢教训他 你不帮 也要帮 气昏头的铁兰也顾不得许多 仿佛赌气抱负般 上前一步 玉璧伸出 轻轻地搂住唐明阳的一只手臂 翘脸轻轻靠在唐明阳的肩膀 故意做出亲密姿态 刹那间 唐明阳立刻感受到一股阴冷的沙翼 从身后袭来 他顿足转身 目光顺着沙翼望去 远处汗血宝马的青年 印唐寒煞 显然是那种牙字必报的阴险狠辣之辈 你 唐明阳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铁兰此女竟然拿他当挡箭牌 他如何肯做这冤大头 他试着将手拔出来 竟发现这女人还搂着够紧的 他是青郎帮帮主的儿子 青凌峰 心狠手辣之辈 只是缠着我实在太烦了 你假装我男朋友 别说话 站在我身边就行 免得激怒他 其他事情由我来应付 铁兰见唐明阳生气 心里反而很高兴 哼 你这混蛋 刚刚敢那样对我 现在不给你点苦头吃 哪里显得出我铁兰的手段 他还故意微笑着 说话时还将嘴巴贴近唐明阳的耳朵旁 外人看来还以为他们是热恋的情侣班 青郎帮 楚国十大帮派之一 属于武林势力 帮派成员几万 分堂遍布全国各个城市 对于武林势力 只要不造反 楚国都采取宽松的监管政策 甚至对于武林恩怨和纷争 只要不闹得太过火 一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唐明阳怒道 哼 只是缠着你有些烦而已 你就拉我下水 你自知他心狠手辣 就不怕背地里他将我宰了 刚刚谁跟我说这说呢 别惹麻烦别坏公主大事 现在是谁给我惹麻烦了 谁坏公主大事 我 被这么一说 铁兰才猛然惊醒 是啊 以清凌风的狠辣个性 还真做得出这种事情 要是唐明阳死了 坏了公主的大事 如何是好 他叫清凌风 清郎帮帮主的儿子 你 你有什么办法 铁兰也知道玩过火了 他才想起清凌风属于武林中人 心狠手辣 怒急杀人 恶贯满盈 唐明阳所犯的那些欺男霸女行为 若是和清凌风比起来 简直是小孩子的过家家玩意 他和你什么关系 唐明阳问道 在没有实力自保前 麻烦能少则少 不过他也不怕麻烦 清凌风若敢对他动手 那么他也不怕 打目前是打不过 不过 不过若论下毒本事 他有一百种方法 让这清凌风乃至清郎帮 无声无息的毒发身亡 他爹和我爹有些交情 仅此而已 他追求我 烦不胜烦 若真只是这层关系 我倒有办法 就让他不敢找我麻烦 以后还不敢烦你 不过嘛 这个办法 就是让你受些委屈 真的 只要能让这混蛋 不纠缠我 再大的委屈 我铁蓝也能承受 铁蓝眼睛一亮 当然是真的 不过这可是一出苦肉戏 你需要受些皮肉之苦 些许皮肉之苦 我还是能承受 我保证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不过你的计策到底是什么 眼看策马而来的清明风 已经到二十多米开外了 铁蓝更是焦急起来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办法很简单 此人之所以缠着你不放 无非是因为你大家闺秀 海长的美丽 对他十分有吸引力 如果你颠覆这些形象 变成他厌恶的样子 他自然不再会缠着你 唐铭阳低声将他的计划说出 眸子深处闪过一抹戏谑 那到底怎么颠覆我的形象 铁蓝一听 有道理啊 期待起来 你配合我演这出苦肉戏 你的身份是我的女人 背着我在外偷汉子 怀了孕 被我抓住当街质问 记住了 只能我打你 你不能还手 我骂你贱人 你也要渐渐地跪着求我 知不知道 连兵部尚书女儿都被我打 他自然以为我后台硬 不敢对我乱来 而你呢 偷男人还怀孕 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彻底颠覆破坏 他当然也不会对你感兴趣 这铁蓝也觉得此技可行 就是拉不下脸 当然了 你若是受不了这些委屈 我也没办法 不过此人背地里 若是要报复我 我肯定死无葬身之地 公主是你的闺蜜 她没有我当挡箭牌 也会驾到大碗国去 你自己看着办吧 唐明阳在天一把火 并不着急 这是阳谋 不怕铁蓝不上当 哼 敢拿他当挡箭牌 敢和楚瑜那小妞算计他 看他怎么教训教训他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你的计策若不奏效 看我怎么收拾你 果然 铁蓝衡量厉害 银牙一咬 答应下来 那我开始了 唐明阳话音落下 巴掌直接朝着铁蓝 羞红的翘脸扇去 铁蓝先天一重陵附近修为 想要躲过 轻而易举 可此刻只是暗中运转 先天真气护脸 不躲不闪 啪一声扇耳光的脆响 贱人 口口声声说爱我 却背着我在外面偷汉子 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唐明阳满脸愤怒 声音很是红亮 骂得爽啊 铁蓝翘脸通红 不是被唐明阳打红的 而是在围观之人的目光下 羞红的 快点求我原谅你 唐明阳见铁蓝不配合 赶紧低声说道 同时心里暗笑 哼哼 看怎么教训你 明阳 我错了 错了 呜呜 你原谅我好不好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铁蓝撇见清凌风 也站在人群外围 皱起眉头围观 硬着头皮配合着唐明阳 演好这出戏 原谅你 见人 老子每次操你时 都事先服下绝育单 怎么可能让你怀孕 不说是吧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你 铁蓝袖眉一条 这唐明阳说话太放肆了 你什么你 快配合我演戏 还有 不要用先天真气护脸 这样显得很假 会被看穿的 唐明阳随手挤巴掌扇过去 同时低声说着 你 快 些许皮肉之苦 你不是说能忍受吗 好 唐明阳 若是你的计策行不通 不用纳清凌风找你麻烦 我就亲手宰了你 铁蓝银牙一咬 小声警告着 为了演的逼真 真的不再用先天真气护脸 啪啪啪 唐明阳的巴掌扇来 火辣辣的 他立刻感受到两边脸颊都肿了起来 今日你不将你的情夫说出来 我就抓着你这贱货 上铁府兴师问罪 你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了巴结我父亲 竟然将你这种烂货女儿许配给我 还骗我说什么冰清玉洁 我呸 唐明阳骂得爽 打得更爽 哼 让你和楚瑜纳妞联合算计我 明阳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铁蓝流着眼泪 他的眼泪是痛出来的 可偏偏还要硬着头皮眼下去 知错了 知错就将你的情夫说出来 老子要灭他全家 唐明阳越骂越嚣张 他前世生死单尊纵横乾坤 僻逆天地的气势稍微泄露出几丝 还真能唬得住人 至少远处围观的清玲风 就被唐明阳的气势所震住了 此子修为不高 可好强大的气场 若非身处尊位 以止气势 断人生死 绝对养不出如此嚣张气场 他 到底是谁 竟然当街将兵部尚书的女儿 当母狗一样打 第六章跪下来 很嚣张 唐明阳一脚踹去 将毫无防备的铁蓝踹到在地 顺势骑到骑肚子上 只觉得屁股之下 那阳柳细腰 似乎稍微用力就作断 你 铁蓝见唐明阳这混蛋 竟然趁乱之下 那臭手要往他胸部里抓来 赶紧双手护胸 兴眼怒瞪 狗改不了吃食 好啊 这混蛋色性不改 敢吃他豆腐了 贱人 烂货 还哭 信不信我把你衣服撕了 让大家都看看你脱光后的剑样 唐明阳尖济被看穿 怒山挤巴掌过去 只觉得屁股一阵距离用来 他赶紧顺势起身 巧之又巧地躲过铁蓝的警告暗机 喂 你这样会穿帮的 唐明阳一把抓住铁蓝的头发 将其脑袋拉到自己的嘴巴前 借着凌乱头发的掩盖 偷偷低声说道 你 你若敢不规矩 休怪我事后剁了你双手 还有 快想办法让这清零风走 难不成我一直被你打 铁蓝心里暗恨 恨声警告 他也不傻 除了刚开始几下 后面都用先天真气暗自防御 好吧 你楚楚可怜地看向清零风 让他来救你 唐明阳也知道戏不能演得太过火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他也算在这妞身上收了利息 你 你让我叫他 放心吧 他已经被我镇住 不敢对我如何 我且吓一吓他 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哼 你可别把自己给玩死了 两人的交流都很隐秘 唐明阳用力猛揪着铁蓝乌黑凌厉的头发 铁蓝痛哭惨叫着 似乎真的忍不住 突然看向人群中的清零风 呼喊道 清大哥 救我 救救我 呜呜 他要打死我 啊 人群里 骑在马背上的清零风 本就显眼 被铁蓝指名道姓的这么一喊 他立刻成为焦点 这出丈夫抓奸的好戏 原来他就是主角啊 围观人群 立刻用玩味的目光看向他 清零风做梦都没想到 这时候的铁蓝会叫他帮忙 他也愣住了 他是垂涎铁蓝的美色很久了 还想通过铁蓝来帮助清郎帮和朝廷巩固关系 若是平时 他定然挺身而出 英雄救美 获得铁蓝的好感 可他此时却弄不透唐明阳的身份啊 哪里敢出手 清郎帮虽然是楚国的十大帮派之一 连黄泉都要忌惮几分 可他却知道世间还有很多神秘可怕的势力 有些甚至要凌驾于黄泉之上 而唐明阳敢于将铁蓝当母狗一样当街殴打 他已经将唐明阳的身份怀疑成那些凌驾于黄泉的势力上了 这铁蓝有先天异重陵附近的修为要反抗非常简单 他不是不还手而是不敢还手吧 况且这贱人也不值得我出手 哼哼还以为此女乃是冰清玉洁的世家千金呢 没想到啊 以前总在老子面子装清高 背地里不仅已经被家族许配给这个少年 还暗中偷汉子 并且怀了孕 真是烂货一个 任何男人都有这种矛盾心理 既想偷星别的女人 又想自己喜欢的女人冰清玉洁 从一而终 清凌风当然如此 然而紧接着他就感受到唐明洋杀人般的目光 死死地看向他 好恐怖的杀气 瞬间清凌风就有中被野兽盯着 如坠冰枯的绝望感 这 这个少年到底是谁 他 他到底杀过多少人 身上才会有这么浓烈的杀气啊 杀气是一种气势 是杀人时 精气神沾染的血沙之气 没杀过人的人 身上是不会有的 原来 你就是这贱人的情夫 很好 将我女人的肚子搞大 你很有种 唐明洋声音森寒 将前世生死单尊的气场凝聚 锁定向清凌风 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任何人的气场都很虚 如同无根扶贫 只是表象 若是清凌风敢于反抗 那么唐明洋的气场很快就会破去 可此刻 他已经从清凌风的毛子里看到了此子内心的恐惧 这位兄弟 在下清郎帮的少帮主清凌风 我是认识铁兰 可我和他只是普通的相识 他 他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不是我的 清凌风滚安下马 想捏死铁兰的心都有了 他恨透这女人了 胡言乱语 竟然这时候拉他下水 甚至他就不应该来围观 应该躲得远远的 四周围观的人群听到清郎帮三个字 脸色齐齐一变 自动让开一条道路 连清郎帮的少帮主都对这个唐明阳畏惧有加 那些看不惯唐明阳嚣张 犹豫着想要英雄救美的人 此刻纷纷缩起头来 同时暗自为没有鲁莽出手而庆幸地捏把汗 这小贱人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 那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想骗老子 唐明阳得寸进尺 装腔做事地怒吓 真 真不是我的 清凌峰竟然急得手心都是冷汗 旁边的铁蓝也是看傻了眼 没想到清凌峰不仅被唬住 还被唐明阳的气势给吓破胆 然而他此刻的心情或清凌峰有些类似 都骇然震惊于唐明阳恐怖的气势里 好强的杀气 就连上次来家里做客的那几位大将军叔叔都没有这么强大的杀气 他 是怎么装出来的 小贱人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这小白脸的 只要你说实话 我不迁怒你们铁家 他 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贱人 你水性洋花 你的拼头不止一个 就算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 他也是你情郎之一了 你 铁蓝记还以为唐明阳见好就收 没想到唐明阳还得寸进尺 他的手心也在冒冷汗了 在清凌峰看不见时 他立刻用眼神质问唐明阳 别弄得太过火 收不了场时 他们两人都没有好下场 清凌峰本想输一口气 可见唐明阳竟然如此多疑 又紧张起来 天地良心啊 他也没想到铁蓝是如此水性洋花的女人啊 最冤枉是他还真没有上过这个贱人啊 兄弟 我和这贱人 你骂谁是贱人 当然是他 他 老子的女人再见 那也只能老子骂老子答 你算什么东西 啊 清凌峰没想到会是这样 跪下来 唐明阳冷声喝道 你 清凌峰脸色一变 不贵可以 清郎帮是吧 你信不信 我只需一句话 过几天你们清郎帮就从楚国彻底消失 这位兄台 我一时失言 向你道歉 清凌峰不敢赌 唐明阳越嚣张 他越认为唐明阳有后台 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来 或者清郎帮 因你而灭 杨明 算 算了吧 他和我真的没关系 铁蓝看得心惊胆战 这唐明阳疯了吗 这出戏持眼的那么过火 早要被拆穿的 事后清凌峰肯定派人调查 唐明阳的身份 刚刚吓唬清凌峰 就应该适可而止 不应该霍清凌峰有任何语言的接触 见人 住口 你和他没关系 那你用得着处处护着他 唐明阳怒甩一巴掌过去 哼 这清凌峰刚刚敢对他动杀意 他不好好教训一顿怎么行 他前世乃是纵横乾坤的生死单尊 只是虎落平阳 小小的恶犬就赶来废他 至于以后 清凌峰调查就让他调查 反正就算没有清凌峰这档事 那处于公主让他陷入危机里 他也打算改头换面藏一段时间 恢复修为 等他在现身时 这清凌峰若敢烦他 连带着清狼帮也灭了 你 铁蓝武这脸 想狠狠揍这混蛋一顿 又怕演戏被清凌峰看穿 这位兄弟 清狼帮怎么也是楚国十大帮派 即便朝廷也不敢说灭就灭 不知道兄台高姓大名 清凌峰问道 武林中人对于名声很是看重 让他当众下跪 这等屈辱他如何肯承受 哈哈 楚国十大帮派 下重不可以与兵 你可知道 这天武大陆里有些势力 即便是楚国 那只需一句话 立刻可以改朝换代 唐明阳说的嚣张 天武大陆虽然武道和丹道都衰落 但任何一个地方 都应该有这种势力吧 果然 清凌峰闻言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像这种势力 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你 你难道 滚吧 给过你机会 自己寻死 过几日 你且看看 清狼帮还存不存在楚国 唐明阳冷眼看着清凌峰 慈子双眸渐渐被惊恐所占据 气息凌乱 心神不宁 再加一把火 慈子的心理防线应该崩溃了 清大哥 你 你快走 这个人 是个疯子 铁蓝的本意是让清凌峰赶紧走 好让这出戏赶紧结束 然而铁蓝的话 正好成为压倒清凌峰心理防线的 最后一根稻草 疯子 是啊 只有疯子才会做得出 这等疯狂的事情 他不过是说错一句话 此人不仅要杀了他 还要灭了他清狼帮 疯子 魔鬼 慈子如此是杀 怪不得身上有如此强大的杀器 我 我错了 清凌峰膝盖一软 跪了下来 这一跪 他只觉得将清狼帮上下几万条性命都救活了 完了 铁蓝见到这一幕 双腿也一软 瘫软在地 完大了 这清凌峰可是清狼帮的少帮主啊 武林里响当当的心狠手辣人物 事后若让清凌峰知道 唐明阳根本就是在装逼 根本就是为顽固废物 他竟然被吓得跪下来 这 铁蓝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第七章你完了 围观之人 不乏武林人士 清凌峰身为清狼帮的少帮主 年仅22岁 修为就已经达到先天二重化圆境初期 可谓是天资卓越 被誉为楚国武林四大公子之一 人称风少 大新闻 绝对劲爆的新闻 清凌峰这一柜 只怕明日立刻让整个楚国武林轰动 当然了 更多人猜测 这位让清凌峰下柜的少年 修为低威 却杀气冲天 到底是什么身份 磕头 唐明阳冷声说道 清凌峰暗自捏紧着拳头 可又松了下来 他真的不敢堵 至始至终 这个神秘少年恐怖的杀气锁定着他 不身临其境 永远无法体会那种犹如死亡临近的恐怖感 他心理防线崩溃 这种死亡的逼压更是恐怖 砰砰砰 清凌峰用力地磕着头 唐明阳 没有叫停 他不敢擅自停下来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就像是一句不听使唤的行尸走肉 所有的尊严都被恐惧所占据 为了求生 拼命地忍受 你服不服气 服 服气 清凌峰身子顿了顿 身体不经意间绷紧 说谎 磕头时还敢用先天真气护体 是 是 我错了 我不敢了 尊严已经丢了 清凌峰彻底失去反抗的意志 砰砰砰 没有先天真气护体后 很快地面上就磕出一个血印子 服不服气 服气 服气 清凌峰边用力地磕头 边回答着 好了 滚吧 是 是 清凌峰如蒙大射 爬起身来 站住 我让你滚 不是让你走 从这 滚到南城门 我若发现你敢走一步 清郎邦也不用在楚国存在了 是 是 于是 在所有人惊骇目光下 清凌峰躺在地上 慢慢地朝着南城门滚去 戏都看完了 你们还不滚 是不是有谁想要像那人一样 不时抬举 要滚出南城门 唐明阳杀气四散 冷眼看向四周围观人群 人群大害 吓得如同惊弓之鸟 立刻逃开 废话 连青郎帮少主都如此 此少年如此凶威 谁敢招惹 整个街道 方圆几十米内 全无一人 铁大小姐 老你受点委屈了 这出戏你看还行吧 至少这清凌峰 被我们吓得不轻 唐明阳这才转身 面带微笑地 看着贪软在地上的铁蓝 你 你 这都是你的主意 不 不关我事 吓得不轻地 除了清凌峰 还有他铁蓝 如今的铁蓝 想死的心都有了 闹大了 他看着 渐滚渐远的清凌峰身影 牙齿情不自禁地打着颤 明天 不不 或许下午 这件事情就传进楚国各大势力的耳朵里 你唐明阳的身份 瞒得住 怎么不关你的事 这主要还是你的功劳 若没有你兵部上书千金的身份作为掩护 这出戏根本演不成 来 我怎么也是耽误学府丹院的高材生 医术无双 你受委屈了 让我看看你脸上的伤势 唐明阳不敢贪功的模样 弯下腰来 要替铁蓝检查伤势 别 别碰我 我 我和你没有关系 这下的铁蓝连爬带滚 赶紧远离唐明阳 甚至最后用上了轻功 只求离这唐明阳越远越好 疯了 此人疯了 无论如何 他都要和唐明阳这疯子撇清关系 没错 就是撇清关系 这小妞 也是吓破了膽 正好是一举两得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烦我 哼哼 还有处于那小妞 你还敢不敢找老子来当挡箭牌 唐明阳看着铁蓝 吓得屁滚尿流的身影 嘴角泛起戏谑的笑容 他已经不是唐王府那位被逐出家门的顽固世子了 看谁不长眼还敢惹他 刚想转身离去的唐明阳 忽而感受到什么 脚步顿了顿 目光看似漫不经心 朝着对接九楼五层的窗户扫了眼 嘴角的戏谑笑容慢慢变冷 然后迈开脚步离去 九楼五层窗户后 有一双秋水灵蒙 荡漾出骇然之色 怎么可能 他好像 发现我了 窗户后面 站着一位青衣少女 黑发如铺 面纱遮住面容 可却遮不住她的高贵气质 在少女的身后 恭恭敬敬地站着四位老玉 皆是鹤发童颜 气势惊人 修为都是先天二重化圆镜 若是放到楚国武林中去 绝对是顶尖高手 春婆婆 你去将铁蓝带到本宫这里来 她这是怎么了 本宫让她去通知唐明阳 做好让本宫利用的棋子本分 她怎么就和唐明阳有染了 而且还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是 公主 夏婆婆 你去给本宫盯紧着唐明阳 免得她被青狼帮的人给宰了 坏了本宫的好事 顺便给本宫查清楚 此子纹固废物 好色无能 怎么忽然就装得出 那么冰冷强大的气场 是 公主 邱婆婆 你派人盯紧青狼帮 这青陵峰乃是楚国武林 风雨雷电四大公子之首 如今当街被纹固废物的 唐明阳所镇住 羞辱滚出南城门 此时只包不住火 不多十日就会真相大白 天下武林轰动 你且留意武林动向 是 公主 东婆婆 你负责派人造谣 唐明阳和唐王府的关系 北疆战士紧张 难遇唐王蠢蠢欲动 半年前父皇让我设计悔婚 敲山震虎 没想到唐王不仅果断 还很能忍 直接将唐明阳这废物逐出家族 这次唐明阳让青陵峰当街下跪 滚出南城门 这若是利用的好 青狼帮就是对付唐王府最好的刀刃 另外半个月后 大网国皇子来处 一年前 本宫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此人已经被本宫迷得神魂颠倒 稍加利用 就能让其转而对付唐王府 是 公主 这房中的少女 正是铁蓝口最世界上 最可怜之人的处于公主 此刻她冷静果断下令的神情 哪里有丝毫可怜之处 分明是心机深沉 精于算计 正在下一盘对付唐王府的大棋局 不过 我的心怎么隐隐不安起来 似乎有什么 超出我的意料 我又忽略了什么 处于揉了揉光洁如玉的额头 眉宇微醋 面纱遮挡着她绝世容颜 可没人醋眉 依旧让人心碎 唐明阳漫无目的游荡在大街上 她知道 背后至少有三四股势力 派人悄悄跟踪着她 不过她早有甩掉这些人的办法 老板 这盒金针我要了 她在街边的小摊购买了一盒金针 又在服装店购买几套衣服 然后随便找了家大客栈 住了下去 关上门 她坐在梳妆台前 对着镜子 将金针扎入脸部的几处穴道上 一刻钟左右 她感受到脸部的肌肤有些发麻 拔出金针 然后用双手在脸部的穴道上 轻轻地揉了揉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她那张清秀不显轮廓的脸庞 此刻随着脸部肌肉的移位和固定 变得棱角分明起来 修为还是太低了 这样靠激发穴道来改变肉身肌理 只能固定六个时辰 不过 摆脱那些凡人的尾巴 绰绰有余了 换上新的衣服 改变发型 唐明阳看着镜子里全新的自己 帅气阳刚 勉强算满意吧 这只是些改变面部肌理的小伎俩 骗那些悬圆六镜以下的舞者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真正的强者 辨认一个人 可不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表 而是根据这个人的气息 在走出九楼时 唐明阳已经发现背后没有尾巴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进行第二次变装和易容 该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恢复修为了 哼 等老子将修为恢复一二 看谁还敢烦老子 朵朵藏藏 唐明阳可不喜欢 小隐隐于野 中隐隐于氏 大隐隐于潮 天舞大陆天地灵气 稀薄的令人发指的地步 山野和城市隐修都差不多 况且他修行还要靠炼丹提升 隐于城市还比较方便购买药材 他就往宇城南区 往居民区比较密集的地方走 想要找一处院落 作为隐居之所 至于铁栏所说的 公主吩咐他的购置府宅 半个月后要来和他同居什么的 他早就抛诸鱼九霄云外了 要想完 可以 等老子引修一段时间 将修为提升先 到时候看谁玩死谁 咦 这是天地灵气的波动 某条小巷 唐明阳护尔顿足 明亮的眼睛带着几分激动的 看向右边四米多高的青墙 若是有天地灵气的辅助 他的修为可以加快速度恢复 这就是我的隐居之所了 发现天地灵气的概率 就好比走在路上捡到银子的概率差不多 唐明阳决心隐居在里面 不管里面的主人是谁 他自然有很多种方法 让对方求着他住在里面 最常用的手段 就是先给屋主偷偷下毒 然后假装上门救治 让屋主对自己感激涕零 奉为上宾了 第八章金红药堂 唐明阳沿着高墙外围走去 先看看是哪户人家 高墙延伸的尽头 出来是一条热闹的小街 围住的地方 则是一间药堂 金红药堂 破旧的牌匾 泼粪的石狮子 冷清的铺面 唐明阳若有所思 这处地方 显然不久前才被人砸了电门一样 大门是虚掩着的 唐明阳推门而入 大院的东西被人砸得满地狼藉 晾晒的药材撒得满地都是 穿过大院就是要躺的大厅 平时是给病人看病的地方 此刻门口有几个后天三重通脉镜的武士把守着 显然不是金红药堂的人 他们见唐明阳衣着普通 修为低微 却神色如常地走进来 只是淡淡扫了眼 估计还以为唐明阳是药堂的伙计 也没有阻拦 唐明阳就这样畅通无阻地走入药堂大厅 大厅也被人砸过 只是简单地收拾 听堂之上 主座位是个美丽的女子 她眉如弯月 面带愁容 一双碱水眸子 红肿着眼带 显然多日没有合眼 憔悴地让人怜惜 客座位是一个中年男子 大肚贫贫 大有奸商之向 美丽的女子称呼其为李源外 此人肥头大耳 谈话间 细眯眼若有若无见 总在女子的身材扫过 一副小美人 老子吃定你的架势 唐明阳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厅 简单地往在场的人扫了眼 见没有人理他 也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看看这些人在谈些什么 无论是大厅的女子 还是李源外 见唐明阳修为低微 却神态自如 故而都以为是对方的人 置之不理 李源外 这金红药堂 占地将近一亩 也是临阶地段 你只肯出一万两银子 这和强强 有什么区别 今晚如柳叶眉一皱 语气不悦 可美人醋眉 却有种心碎的眉感 旁边的唐明阳 眼睛也微微一亮 此女美色 并不比铁蓝差多少 多出了的憔悴 反而更让男人心疼 李源外更是看直了眼 脸上肥弱抖动 还可以笑道 金姑娘 我啃出一万两 已经是人至义尽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们的金红药堂 早被青狼帮的王堂主看上 他可不会付一分钱给你 并且呢 我听说王堂主看上的 可不单只是金红药堂 还有金姑娘 你的人 金宛如文言 就像被人点中死穴一样 脸色变得惨白 李源外从怀里 拿出一张银票 笑道 这是皇家钱庄 开出的一万两银票 金姑娘 你若是答应 那么现在就拿着银票走入 带着这些钱 去给你爹找个炼丹师看看 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 若是不答应 那我立刻就走 不过除了我外 只怕整个雨城 没人敢虎口夺食 得罪青狼帮 金宛如背齿紧咬着猪唇 几乎咬出血来 捡水毛子愤恨不甘 最终犹豫之色变为屈服 半个月前 青狼帮的王堂主 看中他家的金红药堂 本想抢买 可这是他们金家 传了上千年的老宅 他父亲如何肯卖 先是青狼帮派人来捣乱 砸了他的店门 紧接着 青狼帮的王堂主 见他美貌 色心大起 又想纳他为妾 五天前 青狼帮终于来抢的 派人打伤他父亲 逼迫他就范 他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奄奄一息的父亲 寻常药师已经治不活 必须要请炼丹师 才能救治 他很需要钱 若是平时 他家的金红药堂 就算卖十万两 也有人抢着药 可正如李源外所说的 青狼帮看上的东西 如今却没有人敢买 好 我卖给 嗨嗨 金姑娘是吧 我愿意出两万两银子 呃 你是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是你很缺钱 我出的钱比他多 唐明阳开口后 立刻成为众人的焦点 金宛如诧异地看着唐明阳 那双碱水毛子 仿佛会说话般 小子 哪里冒出来的 李源外 张红这脸 他刚刚说金红药堂没人买 这小子立刻提高一倍价格 这不是打他脸吗 他细眯眼很是阴沉 见唐明阳衣着普通 修为低微 目光渐渐不善起来 哪里冒出来 并不要紧 这处府宅我也看重 你出一万 我出两万 当然是架高者的 难不成你还想来硬的 唐明阳一脸淡然 丝毫不将李源外的威胁 放在眼里 哦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拿出两万白银 李源外一脸冷笑 忽而抬起手指住身后想要动手的护卫 他看唐明阳这身行头都不超过二两银子 又怎么拿得出两万两银子 只怕 这人说不定就是金宛如请来的托吧 你 你真的出两万两白银买下金红药堂 金宛如见唐明阳穿着普通修为低微 减水毛子也充满了怀疑 唐明阳右手翻转 仿佛便系法般 铁栏给他的那张金卡 已经从储物戒指里拿出 没等他说话 金宛如倒是师生叫了起来 这是储物戒指 在楚国能拥有储物戒指的人非富极贵 两万两白银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巨款 可对于拥有储物戒指的人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李源外贪婪地看了眼唐明阳右手的储物戒指 就算最差的储物戒指都要几十万两白银 而且还是有价无事 在下李深 瞧古李家之人 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有幸得知小兄弟尊姓大名 李源外隐藏他的贪婪和敌意 自曝家门 能佩戴得起储物戒指的人 身份非凡 他先旁敲侧击 打听清楚对方的来历再说 你当然没有这个荣幸 你 李源外大怒 乔古李家乃是楚国八大世家之一 这个少年竟然好不给他面子 可唐明阳越嚣张 李源外越不敢轻举妄动 他只是乔古李家的庞之子弟 这次替李家某位大人物办事 虎口夺食 抢夺金红药堂 只因为金红药堂里隐藏着一个大宝藏 金姑娘 跟我去皇家钱庄一趟 我取钱给你 这 这 这位公子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这 这间金红药堂 青狼帮的人看上 想要抢抢 若非如此 我也不会如此贱卖 所以 你 你若是买下 可要想好后果 管他青狼帮还是青狗帮 我都不放在眼里 你只需卖给我就行 一切麻烦 我担着 唐明阳满不在乎的说着 青狼帮 刚刚他修理的青铃峰 好像就是青狼帮的少帮主吧 可旁边的金宛如和李源外脸色却一变 青狗帮 楚国十大帮派之一的青狼帮 你竟然敢叫他青狗帮 不要命了吗 金宛如只觉得手心发汗 不过 这位少年如此自大 他已经提醒过了 也不想多管闲事 卖房子 当然嫁高者得 他说道 李源外 非常抱歉 慢着 金姑娘 老实和你说吧 我是代表 桥谷商会高层 来买金红药糖的 这样吧 我也和这位公子一样 出两万两白银 并且我们桥谷商会 愿意出面 帮你联系 耽误学府的刘雪飞大师 为你爹诊断病情 如何 李源外 见金宛如 要将金红药糖 卖给唐明杨 有些急了 他摸不透唐明杨的身份 可李家那位大人物 对金红药糖的 势在必得 吩咐他 无论如何 也要拿下来 至少在名义上 金红药糖 要属于他们 桥谷商会的 至于青狼帮 要纠缠 以后大家再来谈判 刚开始 他只想用最小的代价 逼迫金宛如就范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唐明杨来 对于桥谷商会来说 银子倒是小事情 他相信金宛如 是拒绝不了 后面一个条件的 果然 金宛如声音激动起来 李源外 桥谷商会 要帮我爹联系 刘雪飞大师 这话当 当真 炼丹师神秘高贵 没有关系和机缘 即便再有钱 也很难请得动 当然 李源外答应下来 不过心里却冷笑 桥谷商会 是能帮你联系 刘雪飞大师 不过也要你出得起 价格才行 寻常银子 炼丹师根本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是 天地稀有的天才地宝 这位公子 非常的抱歉 我爹奄奄一息 我需要找炼丹师 为我爹治病 金宛如对于唐明杨 非常的感激 若非唐明杨的出现 李源外 也不会增加后面的条件 正好我就是炼丹师 你何必舍尽求远 况且刘雪飞纳妞 炼丹水平也就那样 将房子卖给我 我免费为你爹治病 唐明杨对于眼前的美女 还是很有好感的 人长得扬眼 心肠还算不错 只是她的话语刚落 立刻引来李源外的嘲笑 哈哈 笑死人了 你说你是炼丹师 当真是欺我们是白痴吗 小子 刘雪飞大师的爷爷 是我们楚国三大四星炼丹师之一 可即便他出身炼丹世家 又天赋异禀 也需要25岁 才成为一星炼丹师 看你毛还没长齐 也敢信口雌黄 今晚如一听 也觉得唐明杨的话不可信 世上哪有这么年轻的炼丹师 唐明杨笑道 金姑娘 其实我是不是炼丹师都不要紧 问题是能不能救好你爹的病 何不让我试一试 这 那就有劳公子了 李源外 还请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我带这位公子去看看我爹的病情 今晚如犹豫一样 答应下来 纯粹是不想服了唐明杨的好意 心里并不抱任何的希望 哈哈 我也想见识这位公子非凡的医术 李源外不客气地嘲讽道 第九章龙穴槐树 唐明杨跟金婉如身后 家人纤细的背影 在轻轻的步伐下 却走出婀娜的风情 走出药堂大厅 穿过回廊 里面还有一层院落 这里并未遭人打杂 四周栽种些治疗常见疾病的草药 走进来时 清香扑鼻 左边还有个水井 丝丝的天地灵气 就是从水井里冒出来的 看来水井之下 应该有个小小的灵眼 唐明杨瞥了眼 算是找到天地灵气的波动根源 他见里员外看着这口井露出贪婪之色 想来桥谷商会霍青郎帮 都是冲着这小小的灵眼来的吧 不过敢于和他抢东西 他不介意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 井边还有大片空地 却不和常理的闲置下来 没有栽种草药 反而栽种一株看似无用的金叶槐树 槐树枝繁叶茂 金色的花朵在微风里散发出淡淡的幽香 让人闻之神清气爽 不对 唐明杨嗅着槐树花叶气味 眸子泛起一丝疑惑 他伸手接住一片被风吹落的槐树叶子 叶成金色 唯有叶脉金中带红 透着血色 他眸子亮了起来 慢慢闪动着激动之色 这哪里是金叶槐树 这分明是一株龙穴槐树 龙穴槐树 外表和普通的槐树很像 实则是炼制高级灵丹常用之物 即便在乾坤大世界里也非常珍贵 他精叶里蕴含一丝龙之精血 乃是状体的神物 若是修饰融入肉体 可以使得肉身具备一丝龙穴之力 唐明杨就懂得炼制一种龙穴状体丹 哈哈 真是走运 前世 唐明杨作为生死丹尊 也拥有过龙穴槐树 不过他那时的修为 已经是玄缘六井巅峰 肉身早已经定型 故而就算服用龙穴状体丹 肉身也会排斥其要性 如今这具身体只有状体期 可塑性非常强 正是服用龙穴状体丹的最佳时机 这里的地盘是我的了 谁敢跟老子抢就弄死谁 唐明杨激动之余 毛字更是寒芒闪烁 旁边的李源外猛然觉得一寒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四周张望 却找不到让他发寒的原因 我爹就在里面 今晚如轻轻推开院落的正房 立刻有一股刺鼻的药味传出来 卧室的床上躺着一位面色发灰的中年男子 昏迷不醒 只有微弱的呼吸 今晚如走到床边 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 眼圈又开始红了 捡水眸子看向旁边的唐明杨 这位公子施展你的衣术吧 李源外继续嘲讽到 唐明杨也懒得理会这里原外 他上前坐在床边 先帮今晚如父亲切脉 然后检查了其身上几个穴位 最后打开其胸口一惊一看 胸口留有个星红的掌印 他用金针刺进掌印里 针尖带出的一丝血液 泛着淡淡的腥臭之味 公子 我爹的伤势怎么样 今晚如见唐明杨 煞有其事的望问人切 又见其皱眉思索 不由得紧张起来 让我思考一下 唐明杨起身 夺着步子 今晚如父亲五脏六腑重疮 本该活不了的 可在他重疮后 又有人不想他立刻死去 偷偷给他下了毒 这种毒属于冰水阴毒 可对受重伤的人 却有个好处 那就是加倍消耗病人的生机受缘 起到暂时续命之效 若是前世修为还在 他有上千种办法 帮今晚如父亲疗伤 可如今 一是他修为不在 二是缺少补充生机的灵药 有些棘手 哈哈 金姑娘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小子是装的 二十岁不到的炼丹师 你信吗 他若能医治你爹的伤势 我直接将你爹夜壶里的东西给喝了 金姑娘 抓紧时间吧 我们越快达成这笔买卖 你爹就能快一些得到救治 李源外再次嘲讽道 这位公子 今晚如见唐明阳 已经来回夺步很久了 心里越发不相信唐明阳 呼这时候 唐明阳停下了脚步 先看向李源外 笑问道 哦 我若能医治金姑娘爹的伤势 你真的将夜壶里的东西给喝了 你 你若不能医治呢 李源外不甘示弱 冷笑反问 那我将那些东西给喝了 唐明阳笑道 很好 到时候你若不吃 我让人喂你吃 李源外的脸再度阴沉起来 公子 你真可以救治我爹 今晚如问道 为了让李源外 尝一尝夜壶里的东西 我怎么也要将你爹救火啊 走吧 跟我到外面找几位药材 唐明阳说道 金红药糖 平时只是为附近居民治疗些 感冒发烧等小疾病 药材的种类并不是很多 不过炼丹术到了唐明阳这等层次 已经不拘泥于固有的形式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 不同的药材组合在一起 都可以配出他想要的药性 他命今晚如将枣筒搬到院子里 倒入蕴含丝丝天地灵气的井水 煮沸并在不同时间 按照他吩咐 将不同的药材放进去 你将这碗药液喝下去 正在磨药草的唐明阳 忽然将一小碗磨好的药汁 递给金碗如 这是什么 正在帮唐明阳打下手的金碗如 警惕地问道 对你身体有好处 喝不喝随你 唐明阳瞥了眼 冷眼旁观的里员外几人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自个端起一碗 先喝了起来 今晚如犹豫了一下 也喝了下去 药汁有些苦 可喝进肚子里 整个胃都暖洋洋的 浑身毛孔 像是张开嘴巴来呼吸 说不出的舒服 这是什么药 金碗如诧异地问道 解药 你也别问了 将你爹放进另外一个枣筒里 我开始为他疗伤了 你 你真是炼丹师 金碗如忽而问道 怎么 我若是炼丹师 又救活了你爹 你是不是想以身相许 唐明阳打去问道 眼睛可不客气 打亮起金碗如凹凸有致的身材 家人香汗淋漓 绣发贴着脸颊 还别有一番妩媚 你 你 你若真是二十岁不到的炼丹师 会 会看得上我 金碗如翘脸一红 她懂些医术 从唐明阳熬药 配药的方式里 她多多少少看出 唐明阳至少是懂得高明医术的 至于炼丹师 那离普通人太遥远了 学习炼丹术知识 只是最基本的 然而等知识积累到一定层度 那就要开始尝试炼制丹药 炼制丹药最基本条件 是你的修为 至少达到先天一重灵附近 那样你才能用先天真气 控制丹炉的炉火 最后你还需要有钱 因为任何炼丹师 都是从无数次炼丹失败走过来的 而每一炉失败的丹药 里面那些动辄几千上万两银子的珍贵药材 就作废了 炼丹师非富极贵 因为普通人家的孩子 就算炼丹知识学得再好 也没有钱财让他尝试炼丹 当然看不上 不过嘛 你的姿色 做我丫鬟 帮我暖暖床什么的 还是可以的 唐明阳笑道 你 你想得美 你可考虑清楚 否则几个月后 你连做我丫鬟的资格都没有 好了 愣着干什么 过来帮忙 这混蛋 今晚如跺跺脚 没想到此人如此不正经 还如此自大狂妄 不过 面对唐明阳的调戏 他却并没有多少的生气 唐明阳将今晚如父亲脱光放入枣筒里 刚想将熬好的药水倒进去 李渊外忽而大步走过来 喊道 住手 李渊外 有何指教 唐明阳目光看向李渊外等人肌肤泛起的红疹 嘴角泛起笑意 哼 金姑娘 难不成你真以为这小子能救你爹 你爹被他如此胡来 耽误病情暂且不说 若是伤上加伤 有个三长两短 你可要想好了 李渊外说道 今晚如一听 也愣住了 是啊 爹已经奄奄一息 若被这位公子如此一弄 可还有命火 他目光复杂起来 碱水眸子全都是犹豫之色 看向唐明阳 他忽然发现 直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唐明阳的名字 公子 你 你真能医治我爹 你不相信我 唐明阳反问道 我 我相信你 不知怎么的 金婉如忽而在唐明阳平静的目光下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那好 将药水倒进去吧 唐明阳说道 哼 金姑娘 她若是医死了你父亲 这金红药糖 你可要卖给我吧 李渊外说道 嗯 金婉如点了点头 下定了堵上父亲性命的决心 将滚烫的药汁 用木勺子 慢慢放入凿筒里 第十章 金家的秘密 凿筒里是先放有半桶冷水 随着滚烫的药汁进入 温度慢慢升高 金婉如父亲苍白的肌肤 忽而泛红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热水给汤红的 唐明阳伸手指进入药水里试了下温度 又用手检查了金婉如父亲的身体状况 右手一翻 从储物戒指里拿出那盒刚买不久的金针 大手一挥金针闪电般插入金婉如父亲背后的几处穴道里 金针入体后 金婉如父亲的肌肤泛起了胭脂红 非常的诡异 小子 一死人 算你输 你不但要将夜狐里的东西都喝了 杀人偿命 我们还要抓你去坐牢 里园外大声说道 想扰乱唐明阳的石针 即便他再怎么没有眼光 此刻也看得出唐明阳有两下子 放心 夜狐的东西没有倒 会留给你的 唐明阳冷笑 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柄小刀 果断地往金婉如父亲 胸口泛紫色的掌印刺去 爹 公子 你 金婉如失声大叫 想要制止 已经来不及了 不想你爹死 那就别乱动 唐明阳冷笑 果断抽出短刀 刺进的伤口处 一股腥臭的紫色血液飞溅而出 紧接着 一直昏迷不醒的金婉如父亲 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爹 金婉如惊喜地叫了起来 唐明阳将金针闪电般扎入金婉如父亲胸口的掌印处 喝道 愣着干什么 继续将药水倒进去 与此同时 他手中拔出的短刀 朝着木桶刺了个洞 木桶下端开始漏水 同金婉如倒水的速度刚好形成一个平衡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随着唐明阳的湿针 金婉如父亲胸口流出的血液开始变红 呼吸从急促开始变平缓 慢慢增开了眼睛 爹 金婉如见此 惊喜地哭出来 如儿 这是在哪里 金平乐昏迷几天后首度清醒 还有些迷茫 爹 你被青狼帮的人打伤后 一直昏迷 现在这位公子在为你疗伤 金婉如看向唐明阳的目光 全都是感恩 多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金平乐也看到了正在为他施针的唐明阳 感觉道谢 先别说话 金姑娘将左边那碗药汁给你爹灌下去 唐明阳吩咐道 金婉如这回对唐明阳的医术 没有任何一丝的怀疑 赶紧照着做 在唐明阳的医治下 半个时辰后 已经昏迷多天命悬一线的金平乐 不仅就活过来 而且出了药桶后 立刻就能下地行走 这已经超出普通医术的范畴 唯有炼丹师才有如此让人起死回生的能力 你 你真是炼丹师 李渊阳骇然问道 二十岁不到的炼丹师 若传出去 何等惊天动地 我已经救活了金姑娘父亲 轮到李渊阳你实现若言了 唐明阳笑着 目光看向旁边的叶湖 这李渊阳三番两次嘲讽他 先前甚至还对他露出过杀意 不好好惩戒一番 如何行 呃 公子 你我只是玩笑之举 如何当得真 李渊阳外赶紧陪笑 你不喝 我也不勉强你 唐明阳拿起叶湖 将旁边的一碗药汁倒进去 放在一边笑道 你们几人 什么时候若觉得身体不舒服 不妨喝一下叶湖里的东西 或许能治病 你 李渊阳忽而脸色大变 炼丹师之所以让人尊敬 更因为他们又神秘莫测的下毒本事 他忽然发现 皮肤起不知不觉 红疹越来越多 越挠越痒 你 你对我们下了药 哪有啊 李渊阳 我哪里敢对你下药 唐明阳嘲讽道 小子 你找死 旁边两个互为大怒 他们乃是武林之人 行使冲动粗野 管你是不是炼丹师 敢对他们下药 拿下逼问解药再说 然而他们出手瞬间 运转真气 忽而全身抽筋起来 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满地哀嚎 身体的红疹越来越大 肿胀起来 如此诡异一幕 吓住了所有人 这位公子 我们是巧鼓商会的人 你 你真敢要我们的命 李渊外浑身肥肉颤抖 不停挠痒 害怕起来 我不是说了吗 你们身体若是不舒服 可以喝一喝 叶湖里的东西 记住 时间不多了 唐明阳说道 你 你们 快喂他们喝 李渊外没有办法 又惊又怒 手下几人 捏开两个 倒地护卫的嘴巴 将叶湖里的东西 倒进去 果然 几分钟后 这两个人的身体状况 慢慢恢复过来 不过他们恢复过来后的 第一件事 那就是挖喉咙 呕吐起来 记住 叶湖里的东西可不多 你们七八个人 谁若是感觉不舒服 省着点喝 好了 不送 唐明阳说道 你 这位公子 可否留下尊姓大名 李渊外购买金红药堂的 事情半杂 又深重其毒 只好退而求其次 打探好唐明阳的信息 回去交差 你没有资格知道 半课中后 你们再不滚 只怕连滚的机会都没有了 唐明阳说道 你 很好 我们走 李渊外恨痒痒的 临走时 不忘带走夜壶 他们只能回去 求助桥谷商会 命他们办事的那位大人物 对方是尊贵的炼丹师 看看他能不能解他们身上的毒了 若是不能 那只有 想到最坏的结果 李渊外就想作呕 金平乐在女儿的搀扶下 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出来 院子里 唐明阳还在熬药 药桶里的药散发出阵阵清香 让人闻之神清气爽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还未请教公子尊姓大名呢 金平乐恭敬地问道 一位二十岁不到的炼丹师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杨明堂 你也不必谢 我救你是有条件的 唐明阳报了个假名 只将他的名字倒过来念 公子看得上金红药堂 只怕为了丹拳而来吧 金平乐说道 丹拳 唐明阳明白 金平乐是指那口蕴含天地灵气的井 他不置可否 原本还是 现在发现龙穴槐树后 这口井的价值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杨公子别误会 我们并没有反悔的意思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的教训 我们妇女已经领教到了 从现在开始 金红药堂的任何东西 都属于杨公子的了 我之所以多次疑问 是想告诉杨公子一个 关于我们金家的秘密 金平乐说出这番话时 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什么秘密 唐明阳其实并不感兴趣 他前世乃是生死单尊 纵横乾坤大世界 什么样的事情没经历过 对于这些世俗凡人的秘密 在宝贵能贵到哪里去 关于那棵金叶槐树 其实它并不叫金叶槐树 而是叫做龙穴槐树 哦 唐明阳眸子深处金光一闪而过 感兴趣起来 龙穴槐树是炼制高级灵丹的 常用灵药 只有七八星级别的炼丹师 才可能知道金平勒连练丹师都不是 何如知道 忽然间他发现有趣的事情 丹权如此宝贵 而却将龙穴槐树树摘种在旁边 若非摘种之人 知道这珠树的价值 又怎么会让他在井边 占据如此大的一块地 我们金家实则源自一个古老的家族 而这株龙穴槐树则是我们家族的守护树 上千年前我们家族遭受巨变 祖上迁移到此地 发现有这么一口丹犬可以栽种龙穴槐树 古才定居于此 金平乐娓娓述说着他家族兴衰的往事 旁边的金宛如显然也是第一次听闻这些 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大概故事是这样子 几千年前金家是天武大陆的超级大家族 家族靠着龙穴战爵称霸天下 然而龙穴战爵有个弊端 那必须要服用龙穴丹才能修炼 千年前家族巨变 核心成员几乎死光 金平乐祖上一脉只是家族的旁之 这才幸存下来 不过幸存的人里 并没有炼丹师 他们祖上又怕龙穴丹的秘密暴露 掩来杀身之祸 故而也没有胆子敢请其他炼丹师 帮忙炼制龙穴丹 慢慢的 家族之人修炼不了龙穴战爵 后辈子弟越来越弱 又经过几次国家战乱 朝代更迭 金家就衰败成为只有金平乐父女两人 只要杨公子能帮我们父女炼之一炉龙穴丹 我愿将家族的龙穴战爵 传授给杨公子作为答谢 金平乐忽而跪在地上哀求 这次死里逃生 他看开很多东西 与其抱着家族秘密和宝藏死去 还不如找人合作 互利共赢 爹 金宛如见父亲跪下来 有些不知所措 如儿 你也跪下来求恩公 金平乐贺道 杨公子 求求 你 金宛如也跪下来 捡水毛子可怜兮兮 分外让人怜惜 你们起来吧 将丹方拿出来给我看看 唐明杨说道 他倒是想看看这龙穴丹 和他想要炼制的龙穴状体丹 到底有什么不同 恩公 这是丹方 金平乐早有准备 从怀里拿出一张金箔纸 上面用特殊药水 写着密密麻麻的药材名字 和炼制之法 这是一张无品丹方 唐明杨笑道 同时推算起这张丹方 各种药材组合后的药性 最后他发现 确实比他所得到的 龙穴状体丹来得好 无品 金平乐文言 身子一颤 一股无力感自心中升起 无品丹方 需要五星炼丹师才能炼制 而楚国最厉害的炼丹师 只是四星 眼前这个不足二十岁的少年 他能成为一星炼丹师 已是京士害俗 不可能炼制无品丹药吧 同时 他也明白他们金家 为什么衰落下去了 或许祖上也动过 找过炼丹师 帮忙炼制的念头 只是无品炼丹师 实在太稀有了 我可以帮你炼制 唐明杨说道 什么 金平乐以为他听错了 骇然看向唐明杨 我可以帮你炼制